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11月2日凌晨 2022年体操市井赛第四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女子团体的赛事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火锅的罗瑞 罗瑞成获得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高低杠冠军等等 现在的罗瑞年龄才只有16岁 可以说罗瑞也是中国体操朗朗深情新鲜 本场比赛罗瑞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在本次体操市井赛女子团体赛中罗瑞一共参加了两个项目 分别是平衡木和高低杠 而今天给大伙分别介绍的是平衡木高低杠的预赛和决赛的比赛 我们先来到平衡木预赛赛赛 比赛的时候罗瑞一个西竹的散发 刚开始罗瑞完成的都还不错 结果在完成一个后置动作的时候 罗瑞出现了失误 这一段罗瑞直接掉木了 接下来罗瑞的心态还是受到了不小影响 往后罗瑞又再次出现了失误 只见罗瑞又再次掉木了 出现比较大的失误 平衡木罗瑞只得到10.766分 本以为平衡木出现了两次不同程度的失误 会给这位中国小选手造成影响 结果罗瑞在高低杠中就爆发了 只见罗瑞不管是在高低杠衔接方面 还是动作完成质量方面都做得非常倒位 这一组动作下来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扣分点 罗瑞的落地也是堪称完美 这套动作难度分裁判打出了6.40分 而完成分裁判则打出了8.50分的高峰 这一套动作罗瑞得到了14.90分的高峰 夺得高低杠第一名 比赛再来到决赛部分 在平衡木决赛中 罗瑞依旧还是没有摆脱心理的阴影 在预赛同样动作上再次出现了失误 不过好在在接下来的动作 罗瑞也是顺利完成得到了12.40分 再来到自己最拿手的高低杠决赛中 决赛的成套动作和预赛基本都是一样的 不过在本次决赛中 罗瑞还是出现了一点小瑕士 并没有在预赛中完成的那么英秀 不过完成的也是非常出色的 最终高低杠罗瑞得到了14.40分的高峰 由于是女子团体的赛事 考验的是整体的表现 最终中国女团以总峰157.529分 只获得第六名 这也是中国女团连续两届无缘领奖台 并且也未能第一时间 拿到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女圈 而机灵出现失误 也是本次失利的最主要原因 也期待中国体操 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你与谁次 有我大小的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